大家好,这里是戈斗半仙 相信大家对于飞排应该不会陌生 提到飞排就会想到澳门风云里的发歌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飞排少年 他叫王凯 今年只有12岁左右 练习飞排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 别看他年纪小 他有着非常强的飞排绝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飞排绝技当中的穿透力 可以用来切茄子 切丝瓜也是相当的轻松 切黄瓜也和刀切的差不多 另外还可以瞬间打爆装满水的气球 难度稍微提升一下 飞排竟然可以直接切在西瓜上面 为了表示排是真的 直接撕开扑克排 难度再次提升 挑战两种比较硬的南瓜 后面又找了更硬的这种金丝南瓜进行挑战 让人比较惊讶的是 他用飞排可以直接打炸一拉罐 讲完了穿透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准确性 他可以选择同时打爆一个气球 或者两个气球 难度再次提升 将气球抛向空中 瞬间秒掉两个气球 不止气球 就连黄瓜 青菜 扔在空中也能切 在空中同时切两根也是一样 这个看起来对他难度不大 他又挑战将更小的草莓扔向空中 也可以精准击中两个瓶子当中的瓶盖 还可以用扑克排灭蜡烛 准确度的挑战再次提升 他可以精准击中瓶盖上的硬币 投手武林高手一草一木皆为武器 他连叶子都可以作为暗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你们对这位飞排神童是怎么看的呢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我在ử道台论区里以后 第击侥%,邻子跟着 这位飞机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